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9月份如何养蚊竹 因为蚊竹经过一个夏季的生长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黄叶 或者是生长不良的问题 那么进入到这个9月份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复苏 开始正常的生长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它适当的处理一下 这个植株跟土壤 如果我们养了蚊竹 这段时间出现黄叶的话 大家不要急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黄叶的给它修剪掉 不要给它影响美观 像这些给它全部通通修剪掉 因为蚊竹进入秋季之后 就会二次快速生长 那么我们把这些黄叶处理掉之后 接下来就是适当的给它增加水分 我们给蚊竹浇水 也要注意不要给它积水 如果积水的话 也是很容易导致闷根的 我们给蚊竹浇水的话 保持这个土壤有点微微的虚韧就可以了 不能给它太干 太干的话 它不容易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那么第二点 就是适当的给它增加一点光照 因为虽然说蚊竹比较耐阴 但是我们适合给它增加一点光照 是非常有利于它的光合作用的 但是切记不要给它中午照射太阳 最好是在早上的时候照射两个小时 然后到下午再给它照射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它松松这个土壤 因为土壤太过于板结 不利于蚊竹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我们给它松土之后 最好是加入一点这个蚯蚓分 为什么呢 因为蚯蚓分 它里面的微生物非常的多 有益菌非常多 还有这个有机制非常的多 那么通过微生物跟有机制的作用下 这个土壤会变得更加松松 更加的透气 它的肥效更加的好 那么这样处理之后 这个蚊竹就会更好的生长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还是有点高 也不太适合给蚊竹换盆 这样处理是适当的 那么过段时间到了9月底或者是10月初 我们再给它换一些更有营养的一些土壤 让它在秋季这段时间很够更好的生长 那么这就是这段时间养物蚊竹的一些技巧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间 谢谢大家